2023年度 婚章、獎章和獎狀 頒受儀式 1月19日下午 於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 行政長官何一誠 向獲受婚人士 或實體代表 頒受、婚章、獎章和獎狀 當然,除了我們更加在這條運動道路 或以後做教練、教師、教養之路 都可能堅守自己的內心 更加有責任心 暫時我個人的運動生涯就已經完結了 之後也希望可以全程補述 推廣中華文化 其實我們團隊今次獲得這個獎項 感到非常榮幸 其實這個獎項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鼓勵 亦是一個動力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開發更多 方便市民服務的應用給大家 我們將權破洞由獲獎 感到很開心和光榮 因為我們三代人都是澳門製造 我們今次是得到社會國界和政府的認同 我們會繼續努力將澳門製造的忠誠陽 將這個品牌向外繼續發展 這個獎狀是在我很多同步 很多好友的大力支持 然後一直對我的工作上的勉勵支持 讓我能夠得到這個名人的勳章 很開心 很激動 雖然第二次獲得 但我仍然很緊張 真的很激動 首先很榮幸可以獲得這個獎 然後就要多謝特區政府 給了我們資源的武術隊 就可以取得很好成績 然後多謝教練支持 以及爭取了很多資源給我們 2023年度授勳名單 於2023年12月19日公布 授勳儀式向獲授勳人士或實體 授予、勳章、獎章或獎狀 表揚他們在個人成就、社會貢獻 或服務澳門特別行政區方面 有傑出的表現 有傑出的表現